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出发巴黎 心发色藏不住了 戴帽子都逃不出网友的眼睛 王一博出发巴黎 现身机场引来不少人关注 没想到现身机场的王一博全程低调快闪 低调现身的王一博 潮流穿搭引人注目 这是公认的时尚风向标 这个男人的魅力就是行走的时尚icon 时尚圈很关注王一博的一举一动 巴黎时装秀这次一线明星云集 纵观一圈下来 高潮和排面论下来 还是表现一般 这次王一博的出现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时尚圈都在期待王一博 原因很简单 国内顶端艺人 时尚圈公认的宠儿 乡家品牌形象大使 待遇和规格都是至高的 作为门面担当 排面自然不会少 现身机场的王一博这次穿搭 主推一个乡家少年 黑色系亮色夹克外套 白色线条点缀 增加修身显瘦的既视感 这件自然是来自于香奈儿家新品 这件外套很有时尚风格 亮色的材质的拼接 增加层次感 休闲又百搭 估计被王一博穿过后 就会成为爆款 这次出席巴黎时装周 鞋手香那儿亮相秀场 自然不会少的就是香家单品 这次现身机场的王一博 衣服 手中的背包 脚上的鞋子都是来自于香奈儿 一件黑色的T恤 王一博还挺有开头 FC家的 帽子是Dine家 裤子是牛仔系列的 潮流的品牌 都在想办法让自家产品 出现在王一博身上 凡是他上身过的衣服 总会成为爆款 这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在我们习惯 王一博喜欢 把自己包裹的颜色时候 有人发现 这次王一博居然染了新的发色 果然是王一博的粉丝 不愧是火眼金睛 扛着八倍镜的女人 戴着帽子都逃不出网友的眼睛 心发色藏不住了 看起来像银色的 还有点白色 一时间成为热议焦点 这就是王一博的人气 内娱中的顶中顶的人气 王一博爱斗装 堪称天花版的存在 这次出席巴黎时装秀 有点让人期待 转型演员后的王一博 我们已经很少看到他多变的造型了 甚是想念 王一博不同发色的造型 想起来都已经是好久远的事情了 怀念爱斗装的王一博 清冷的气质 搭配不同妆容 全是不一样的时尚与潮流 这次王一博的新发色 会通过什么方式出现 让人很期待 通过这次的边缘发色看 是银色的 瞬间梦回王甜甜的时候 那是王一博刚出道的时候 顶着一头金发 皮肤白皙 年轻稚嫩 乃里乃气的少年 笑起来特别的甜 人称王甜甜 如今的王一博成熟稳重了 不知道这次发色会不会帅出新高度 我们还是有点期待 都知道 王一博头小肩宽九头身比例 穿衣有型 再加上他舞者出身 走路带风 气场清冷中带着雅贵的 才会让他的时尚表现出彩的与众不同 我是小肥妖 吹捧王一博从不来须的 这次巴黎时装周 论牌面和待遇 还得看王一博 就是这么让人骄傲 这是我们的门面担当 值得赞许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